喂,你不是Stanley? Hello,你好,那你也認得我? 見到你就好了,最近很多人在問關於盒子的事,幫忙答答吧 OK,沒問題 人們經常說用盒子,其實盒子和virtual machine 有甚麼分別? 其實他們有很多的分別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他們是virtualize 了 hardware 而盒子是virtualize 了 OS 的 每一個VM 其實是一定要有各自的操作系統 即是GAS OS 才能行到一些 application 相反,盒子在 OS 核心裏面打造了一些虛擬的環境 而幾個盒子是可以分享到一個 host 的 OS 想到想到,儲存空間就小了,執行的速度自然會快了 所有的資源運用亦會更加有效率 用於盒子執行的 application 基本上要有甚麼呢? 最基本就是安裝一個 container runtime 安裝一個 Kubernetes 做一個 orchestration 之後設置 POS 和做一些網絡設定 這樣就完成了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在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很多 compatibility 的問題 即是有機會是撞到下暗大口 其實一個 enterprise grade 的 container platform 就會簡單很多 因為裡面已經有齊了 container host Kubernetes 整個 development cycle 裡面的 tools 都已經有齊了 任何環境都適合用 那就不需要再擔心 compatibility 的問題 我覺得最主要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 container platform 要有無限制在哪裏執行 第二就是一定要滿足到 developer 真正的需要 因為有一些 container platform 要指定在某一些 cloud 或者在 infrastructure 上才能行 這樣便會限制我們用一些新的 solution 的靈活性 所以選擇 container platform 最好可以選擇 run anywhere 而且一個 console 已經可以管理所有的 environment 和 customer 這樣就不會怕被一些 render 綁死你自己 另外我們也要照顧到 developer 的需要 例如他們按一個鍵 就已經可以把 source code 注入到 container image 裡面 然後就直接 deploy 了 application 而且平台裡面一定有足夠的 tools 以及可以 support 到不同 language 這樣就自己不用出去 source 做事在上來就會更加方便 更有效力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建議客人 採用 Red Hat OpenShift 當然還有很多安全的問題 因為不少 open source community 裡面的 container image 都試過給一些 hacker 不過不過加了些資料 如果亂用的話就會出事 另外就是 multi talent 的問題 我們都要考慮一下怎樣設定 identity 以及在哪一個層面著手 一個好的 container platform 其實已經幫助大家很多 例如 Red Hat 的 OpenShift 它會先驗證大量的 image 才放進入 Registry 中 讓一些 developer 使用 以及一站式的管理 container 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可以很輕鬆和清晰地做 例如一些 access control identity setting 以及 encryption management 的東西 提升到 container 的網絡安全性 另外傳統安全工具的設計 其實沒有想過 container 這一類型的虛擬化技術 所以它是看不透出 container 的 traffic 以及 container 和 API 的 communication 還有就是 container 和 container 之間 很多時候傳輸一些機密資料 例如 password 、 token 、 private keys 等等 如果 security 設定不好的話 其實就很大件事了 所以最穩定的方法 就是選擇一些新一代的防護工具 可以將 security 融入整個 application 的 development cycle 裡面 是確保每一個 stage 都很安全 和符合法規的 連帶提升 delivery 的速度 那我不可以用回原本的 IT 手 去做 container 的 以我的經驗來說 傳統 infrastructure 的架構相對起來 比較複雜的 在支援連接 API 和導入 API 方面 都未必做得那麼好 不過我覺得就要看回本身的 IT infrastructure 的架構 以及企業的實際上的需要 配合到將來的業務發展和需求 我想這件事都很重要 不過如果想行 infrastructure as code 或者去做一些 digital transformation 的話 我就建議重新審試一下 現在用的 infrastructure 架構 在做 container project 的時候 最多人遇到 IT infrastructure 的問題是甚麼呢 除了我之前所說的 compatibility 問題 以及 legacy infrastructure 的問題之外 其實 persistent storage 也有很多人會問 因為你能行 container 其實你也是想做到 state-end 所以怎樣計劃呢 是很重要的 有些甚麼要放在這裏 用不需要連接的 command 或者 log 儲存下來 有些甚麼要拿回地上 然後做一個獨立的管理 還有就是跟 backup 有關的東西 我們都要考慮 所以在部署一個 container project 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考慮得清清楚楚 最後還有其他提示可以給我們嗎 我的提示就是 就算已經在做 container project 無論是 UAT 也好 還是已經落地的 production 又在剛剛起步幫公司研究 container 大家都不要忽略三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 container pattern 第二個是 container security 第三個就是 container info 當然如果大家不想麻煩自己去做研究的話 我會鼓勵大家去找我們 tech data 的同事談一談 還有也可以去我們的 demo 場做一下 POC 親身感受一下